好,那我們先來看這個範例的部分 那這個範例最主要其實就是去背 去背是最重要,找素材剛剛大家都會找的嘛 那沒有錯,找素材的時候我們當然希望找很多都是去背好的 或者是當做背景圖 可是呢,如果是像這種 你應該很難找到網路上跟它一樣的嘛 對不對,就是說你要的主題嘛 那這個時候還是免不了我們需要做去背的動作 那這裡呢有兩種方式,一個用線上的服務 一個叫Background Banner 那是一個免費的 另外呢,你也可以考慮用聚合裡面所提供的功能 也可以用,兩種都可以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因為有可能各位的這個網路如果比較慢的話 Background B-A-C-K-G-R-O-U-N-D Banner 好,你可以看到了,這裡 Background Banner 這個 好,你點進去呢 只要把你的照片傳上去 好,他的這個 只要把你要的照片把它傳上去就可以了 在這裡 你可以用拖曳的丟過來,也可以從這邊去選 好,也可以從這邊去選 那因為我不確定各位的行還是不行 所以我就先做一點點給各位看一下 他在 他這個部分呢,是在線上就直接完成 所以你們的裡面呢,有這個圖 我看一下,這裡 有一個原始照片,這裡有沒有 好,那我就用拖曳的方式把它帶過去囉 丟到這裡來 你如果不是用拖曳 你就從這邊打開,然後整完全也可以 好,丟進來 那他就會有一隻噴火龍跑出來這樣 這段我也有錄影片 也有錄影片 所以如果說,待會我們在用的過程裡面 不是很OK的 在下面這裡 有一段我錄的影片說明有沒有 你如果說這邊不行的話 沒有看到噴火龍了 沒有看過這麼聳的服務對不對 反正他在計算過程裡面 你有有沒有發現他在幫你 我們把那個你的輪廓找出來 輪廓找出來 那一般來講他通常會給我們幾個運算的一個什麼結果 那如果說,剛好他算好的 就已經很完美了 那是最好的 你就可以直接告訴他 我選擇你就好了 就這一個 但是呢 以我們現在這個情形來講 你一定覺得 不是很滿意嘛對不對 因為還有很多不OK的 你就找看看 這四個裡面,哪一個是你覺得 還可接受的,比較接近的 你就選擇那個 因為要化妝一下有沒有 我們還可以進去裡面再稍微做一個修飾 比如說我選第一個好了 點一下 那麼你進來裡面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他這裡有兩種工具 一個叫做基本工具 另外一個叫精準工具 Pixel的就是比較點那個像素工具 像素工具的部分 這會比較精準一點 那不管這兩種哪一個 他都有一個紅色、一個綠色 綠色代表不要的 不是,綠色代表要的 紅色代表不要的 你就拿一支筆刷去刷它就對了 那麼這個三角形裡面有筆刷的大小 有筆刷的大小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呢 他已經先幫我們做好一個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黃色的線 這裡有一條黃色的線 就是右邊具備的那條線 那麼沒有說一定有一些不完美的 你可以搭配我們右手邊這個 放大一點 現在用紅色的筆刷 然後呢看你要大或小 筆刷越大影響的範圍越多 那我就先用不用太大的 只要在裡面這樣刷一下就好 我有沒有很隨便 有嗎? 對啊 做這個不要太認真 哇 把人頭拿掉了 這樣會不會那個同學罵 好,再補回來 這樣也很隨便嘛 你要就畫在他裡面 不要就畫在不要的那個地方就好 有沒有,他會自動計算 可是這個你可能要稍微一點點磨合一下 像這裡有沒有 我就點他一下 你點了之後他會開始walking 點他一下 然後這裡再補一下 你千萬不要畫在那個邊緣裡面喔 就是不要畫在那個邊緣像這樣有沒有 假設這個頭髮這邊我不要 你就畫在這樣,他會連外面都選到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像這裡 比較細的我可以再放大一點 再放大一點 然後用比較小的筆刷 告訴他這裡不要 有沒有,我都塗到不要的那裡而已 我並沒有塗到邊緣上喔 有沒有這樣比較準一點點的 所以你就是利用這個方式稍微塗一下 但是建議各位不要一次塗太多 你就稍微先等他一下 有沒有發現比較小的筆刷比較準一點 而且影響範圍會比較小 好,那一樣的這邊因為範圍比較大 我就可以用比較大的筆刷 然後告訴他你不要亂來喔 有沒有 好,可是這個整點這邊我用到 所以大家要再補回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就需要再補回來一點點 好,這裡 你就靠近他就好了 他就會自動幫我們做計算 好,那頭這裡 還少了一點點 補一下 所以你要在這邊慢慢的跟他磨一磨 所以這個限量服務呢 還可以啦 還算可以 那麼等到呢 你覺得我整體上來講 已經都差不多了 他的辮子有點太奇怪了 好,他把後面當作辮子 你把它切斷就好了 好 這裡比較不會有太大問題 這邊我就畫在這邊 告訴他這個不要 好,這裡也不要 這樣上面會多一隻腳 哇,太多了 好,這樣稍微好一點點 那小細節的部分 各位我這邊就不要做太細了 那像在這邊一樣 如果像這裡手沒有的 我就是在這邊畫下去 這樣就好了 他就會知道說 大概這個範圍是我們要的 好 其實如果本身跟背景 就是已經分得比較開的 其實就比較單純一點 那像這邊來講 有點至少麻煩的是 因為它是 後面是樹 所以那個背景比較複雜 效果相對會比較差 有沒有大致上就去好了 可以接受嗎 有一個人頭不見了 不能接受 所以趕快把它找回來 那我們這是基本工具 那麼如果說你要比較精準的 這裡有像素工具 等一下呢 你可以進到這裡面 你看喔 像我現在進到裡面 它一樣有兩隻筆 可是又多了什麼 這個有沒有 也就是說這個是所謂的 那個多邊形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用筆 好像那個不是很好畫的時候 你比較指定範圍的 我可以用多邊形的 好,你看喔 我們來試看看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這裡 我用這個好了 來,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它頭上多長了一個對不對 好,先從這個來 你有沒有發現它變成這個顏色 那我現在呢 就用簡號的 我告訴他 這裡 點一下點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螢幕上能不能看得到 它有一條很細的紅色的那個線 有看到嗎 我把它放大一點 哇 只能到這邊 糟糕,跳跳了 要重新進來了 好,我就直接進這個工具了 在這裡 如果說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好,假設我已經知道很大範圍不一樣的 我就按住 點一下,點一下 它是一個多邊形的工具 我先放從前 這樣那個紅色線就看到了 所以你就像這樣子把它 那個範圍 稍微沿著它的框框 像這樣畫一下 等到呢 你覺得OK了 假設我到這邊 回到原點 有沒有變圓圈圈 點一下 它知道這個範圍是不要的 有沒有這樣子拿掉了 所以也可以 等於說有點類似 像這樣套手工具那種感覺 所以你除了用筆刷 也可以用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都OK 你可以按Finish 按Finish 那它就準備出來 不過呢 這邊它會要求你要 進行所謂的註冊動作 才可以下載下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在這裡 有沒有 Log into Download 對不對 Log into Download 你點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 你用你的帳號登錄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建立一個帳號 不過它不會寄認真信給你 所以你就不用太客氣了 隨便打一個也可以 但是密碼的部分 要注意一下 密碼第一個字 一定要英文的字 字母 而且是大寫的 那 後面呢 就是至少要六位數 六位數 那你打多少沒關係 你就按 OK 好 這樣是當作有註冊的 可以嗎 反正它不會寄認真信 有沒有發現變 變成不一樣的字了 可是重點來了 請問我們下載的時候 你要選擇哪一種格式 請不要幹這種事情 做這個事情 是美國總統在做的 因為它是住在白宮裡面 這樣了解齁 這是不會有透明的 你要透明的一定要選它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這個是利用所謂的線上服務來完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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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